大朋友问QB妈妈名字听起来非常勇敢的无畏龙会长的什么样子呢? 而让它们充满勇气的秘密是尖牙、是利爪还是巨大的体型呢? 看影片之前先按下右下角的订阅 和QB妈妈一起认识更多的恐龙和史前生物吧! 无畏龙Dragonautus 它们的化石在南美洲一个叫阿根廷的国家被发现 无畏龙身上最大的特征是极其巨大的身材 它们身长超过26公尺长 长长的脖子就占了身长的一半 除了长脖子之外 它们还长有长而有力的尾巴 可以帮助它们保护自己 根据发现的无畏龙化石推算 它的体重比7只暴龙还重 更惊人的是它的身体还在长大当中 发现它们的考古学家认为 虽然无畏龙是草食恐龙 但在它们生长的白二纪 因为身材的优势 并不需要害怕其他的恐龙 所以选择以最早的超级战剑 无畏龙来为它们命名 发现无畏龙的考古团队 总共在阿根廷南部 挖掘出145块无畏龙的化石 在现今知道的大型恐龙当中 是比较完整而且全面的发现 这一批化石花了团队4年的时间 挖掘及搬运至实验室研究 化石发现的区域目前是人烟罕至的荒原 但在白二纪时期曾经遍布河流 考古学家们推测 两只运气不好的无畏龙 遇上河水暴涨泥沙堆积 而被快速的掩埋 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化石 幸运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化石 来了解这个曾经在地球上 走动的巨大生物 对于巨大无比的无畏龙 Cupid妈妈的假设是 它们不分早餐午餐晚餐 只要是一张开眼睛 就不停地吃吃吃 维持它们巨大的身材 大朋友小朋友 你们想象中的无畏龙 每天又做了哪些活动呢 留言给Cupid妈妈 也记得订阅频道 看最新的恐龙影片哦